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那么本期英语狼究竟是谁呢 各位男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公司天下》 我是主持人英达 我想请大家再次用掌声 请出我本期的搭档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节目主持人 陈辰小姐出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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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期的探讨的题目你知道是什么 我知道呀 就是恋爱就一定要结婚吗 对呀 你对这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是要结婚 是吗 那当然了 要不然太不负责任了 你跟我的观点一样 咱们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但是我走的路肯定跟您不太一样 对呀 我认识的说 你还什么路都没走呢 我确实是这么看的 恋爱就一定要结婚了 是 如果你要再次恋爱 一定要再次结婚 就这样 您这么看 而且是这么做的 对 身体力行 是的 今天的我们还要请出两位非常有来头的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在我们的嘉宾出场之前 我先想请大家猜一猜他是谁 我们这样我们来听声音 好 来拆一招 来拆一招 我用自己的方式 悄悄地爱我 不是非我 无处的是非我 陈明珍的样貌倾心可人 她的歌声柔美动听 她的代表作《费心》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曾在华语地区广为传唱 她就是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珍 张主任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林陈寗好 大家重新喊就把这个喊出来了 哇 谢谢你们 要不然我都躲在后面不敢出来 那么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今天来的男嘉宾 那是一位更加重量级的嘉宾 是谁 自己的女嘉宾 她特别刚才带着 tapash スタッaxter 趁着爱和你 心中无限 疼痛 呼唤你 谢谢 王杰是真切深情的聊山歌手 还有随性不羁的浪次情怀 饱受艰辛生活的他 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故 唯一使他坚持的 只有他的音乐事业 勇敢追求爱情的他 经历了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但最终又回到原点 他就是歌坛浪次王杰 全二位来呢 非常一块 看场的这个话题 你觉得 恋爱就一定要结婚吧 能不能就是那个 你什么观点 看我现在还未婚就知道 恋爱呢不一定就是要结婚嘛 恋爱是要享受那个甜美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婚姻很可怕 对不对 刚有 你结婚了 我们听听王杰 王杰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恋爱 如果说以一个道德观来说吧 我觉得恋爱到最后还是要结婚 对啊 虽然我也是跟很认同陈明珍刚刚讲的 结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是还是要结 可怕还是要去面对 这个吧 我其实也同意的 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结婚以后我觉得他有点可怕 后来我就 你怎么了 那姑娘那姑娘差不了 后来我觉得恋爱不错 可恋爱恋爱到最后他总是要结婚的 那是不是总得去犯一次错误才能够知道他的过程呢 不不不 有的是犯两次 甚至还犯第三次 这都是有的啊 你很想犯 对 对 我没有过次的机会可以犯 是 他们俩不太了解 跟大老师的情况 不了解不了解最好 不了解最好 王杰初恋年纪居然吓到主持人 其实这首歌是在我14岁那一年的第一次的初恋 什么什么14岁就初恋了 陈明珍遇到喜欢的男生会怎样暗示对方来追求自己 晚上睡觉以前找同学大家出来闲游一下 闲游一下然后走在那边 走一走 看他在附近的时候你们故意打打打打 对对对 初恋女友的要求竟让王杰几乎昏倒 他就是问我怎么你从来都没有亲过我一下 王杰的第一位前妻长相好似徐若萱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徐若萱我其实有一点吓到的 你知道我以为到底是不是她 因为我自己也不记得她的 会不会就是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夫妻天下 二位光临我们这里是庞碧生辉 今天观众特别的热情 让我感觉好像好像她们也特别欢迎我 对吧 特别高兴 你觉得呢 我见到偶像基本上就是很难再说出话来 你发现我总是女色嘛 这个主持人谁扯 这个 所以是显得吧 这三个人全都出了偶像 你即便是这样这样 你也假装就是见过很多个性的啊 我是特别真实的人 就是很难假装 二位很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最近在忙些什么 一直在演出 一直在演出 对在唱歌 然后今年会录一张碟 希望下次不久后还可以见到英达老师还有陈辰 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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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到你的演唱会 谢谢 还能到我们这来做你的宣传 好 一定哦 说定了哦 而且你呢 我在家里面啊 数键盘 创作是 对对对 你看还是他厉害 啊 就这样一种说法啊 对对对对 因为在在准备自己的唱片 自己创作新的东西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这些创作型的歌手 创作每一首歌 其实歌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可是真的呀 可是真的 真的吗 所以是如此 大部分啊 因为其实一个做音乐的人 像我我自己这样子 我不轻易把手指放到钢琴的那个键上面去 因为通常我们要写一首歌一定是要有发生过一些故事 而且都是那种灵感才会来 心见肺的故事 对对对 那你唱的都是琴歌 唱那么多琴歌 比如说刚才出场的那叫什么来的 安妮 安妮 是个姓安的我记得 对对对 这个 咱们这首姓安的这个歌 背后也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这首歌是在我 我14岁那一年的一个第一次的初恋 什么什么 14岁就初恋了 纯纯的爱 你就没有 太早了 太早了 没你什么事 纯纯的爱 那只是脱手 脱个小手 就很纯洁的那种 就是曖昧 对 为她而写的一首歌 爱就是爱 什么爱 爱是妹妹 对 爱是妹妹 爱是那个很容易 对对对 对对对 就为一个初恋的一个女生写的 女生 那她有多大 她比较大一岁 她比较大一岁 15了 我发现很多应答老师 您是不是初恋 什么很多应答老师 就一个 应答老师只有一个 应答老师是不是您的初恋也是爱上比您大的女孩子 都是 很多男孩都这样 对吧 你看有点头的吗 她们的就是 你看那个都点头 她们都是王杰型的 我不是 没有我现在喜欢比我小的 对对对 有戏了 你听在后边 你听在后边 不管是比她小来大 真的都剪脚 一直都想装成小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比我年纪大的 通常都已经嫁人了 所以不会有希望了 但年纪比我小的 希望会比较大一点 路子比较宽一点点 会找得到 讲 讲 接着讲 讲那个姓安的女孩 那个是我一个初恋情人 但是因为她后来是 就是放暑假回去 就是回到美国 这个名字 这个叫安妮是吧 安妮 听着还真不太像咱们就是中国人 她是美发混血的 那你多漂亮 她长得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然后但是因为放暑假回去了 回美国去 但是因为后来出车祸就去世了 因为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因为当时我是得罪她了 所以我去为她写一首歌 可是还没有谱歌词下去 只是有歌名 因为她的名字是用法文 但是后来我把它改一个英文名叫 安妮 那就因为来不及填 就出事了 所以后来我就去到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到台湾去打拼 然后就是碰到机会出唱片了 所以就请陈乐荣先生帮我填这个歌词 这个女孩也是非常可怜的 我这么听起来 还好了 先是小儿妈皮 对 后来又被你得罪 对对对 后来出车祸死了 对对对 这么倒霉 全都敢了 全敢了 红颜薄命 红颜薄命 那我们也慢慢 初恋的年龙 对 有初恋吗 是吧 有初恋 但我觉得我比较晚熟 这个和我一样 所以这就我为你们 不要爱上我 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女就这么 等我明白怪事来的时候 她们就都比我小了 那怎么也是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好像我回想起来 我的利润男友都比我小一点 初恋就是在高高中的时候 那我们高三 比方说我们她会举办很多的 比方说鼠旗啊 夏令营啊或者是 就有点像什么童军啊 童军啊 有类似 然后寒假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营 然后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玩团体活动 那我们班就几个同学 大家一起报名去参加 男男女女就在一块 我们班都是女孩子 然后我们就一起报名参加嘛 然后参加了那一团呢 有好多人是军校生 他们也是好多军校同学 报名参加 那那个时候 我就喜欢一个男孩子 是军校生 军校生 比你大 比你小 比我大一点 这个就蛮合适的嘛 很合适 我喜欢 然后因为我们是团体活动嘛 所以 你喜欢她 但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你 大家一定 那个时候年纪 我们这边是这么问的 但是那时候年纪小 我欣赏你 你欣赏我 那是有非挺岁 挺岁的时候问吗 这个在我们这边 倒没有年龄的这个规定 那个时候因为 因为还在念书嘛 其实对感情都很懵懂 都是不懂的 所以喜欢也都藏在心里 然后暗暗的默默的看着 可是刚好我的一个好同学 也喜欢我喜欢的男生 你看 你看 这就得先下手为强啊 这个 我后来知道她喜欢的 我就害怕呀 因为大家都还在很懵懂的阶段 你就把你这个朋友 拖到视频里把她冒进去 也不是 也不是 有时候我们就会 刻意地去制造一点机会 去试试看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如果说你喜欢她 她不喜欢你 她喜欢我同学 那我就 那我觉得我会很难过 所以你会找机会去试探一下说 你的同学长得肯定不如你吧 也不会啊 我同学长得挺可爱的 他们其中有一个 男同学喜欢我同学 但是我同学喜欢她 然后我喜欢她 然后他们男同学喜欢我 是不是这样 这么乱 好乱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然后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打饭嘛 我帮谁打 帮谁打 然后你就故意 帮她打 然后放着 然后引起她注意 让她看了你一下 看她什么反应这样 她什么反应呢 她就 看了一下 感觉好像有 有那么一点点 有一点点喜欢那个饭 有一点点喜欢 你 我的感觉 但是你又不确定 所以有时候就要再 比方说 晚上睡觉以前 找同学大家出来 闲流一下 闲流一下 然后走在那边 走一走 看她在附近那儿 你们故意打打打打 在她面前晃一晃 然后呢 故意引起她的注意 嗯 但是她的初恋是什么时候的 我初恋 我想想 我想 小学二年级 我想不起来 是就是原来的时候 就这样吧 不要问我 问她 我还没问你呢 我 我就跟你讲 我14岁才是初恋 对 那引导老师你初恋的时候 就问她 我先了你 你先了我不 我先了你 对 后来这个场了没有了 有没有发生什么浪漫的事呢 我记得她带我去那个 杨明山啊 还有圆山 圆山 动物园骑着那个摩托车 那你知道女生坐在后面 因为她屁股是这样 往上翘高 女生坐在后面 自然就会抱着她 哦 然后呢我就觉得 哇那个时候好浪漫 然后没事就踩一下刹车 踩一下刹车 这就是男生骑摩托车的 所以 对对对 所以你说我现在看到人家拍那个偶像剧 有骑这个 我们所谓摩托车载的女生 我都觉得哇真的是非常浪漫 非常浪漫 非常浪漫 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老要吃这七种叫机车 是吧 这种东西 你不抱着不行了 不抱着甩上去了 那真悬的 那谁上去 而且还能够 还能够这样兜兜风啊 好舒服哦 所以真的很浪漫 好舒服哦 好舒服哦 很浪漫 画两个 我们曾经也有浪漫过的日子 他就是问我 怎么你从来都没有亲过我一下 好 那就亲了他一下 在我那里面上 亲脸颊已经是一个很 很 那个应该讲很 不是很冲动啊 就是那个整个人已经要飞上天的那种感觉了 好 就你亲完他脸颊一下自己 咕咚这种 差一点 那那个时候就会有一股 不知道那种感觉很奇怪的感觉 冲动 冲动 你讲对了 可是那种是全身会发抖的 会抖 那讲话那个口水会干掉的 脸红脖子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我比他还紧张了 对 那也就好慢的 那 这个 你这个主动的追求过谁 遭到过拒绝吗 我通常哦 我的观念应该就是 都要男孩子来追你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我喜欢的对象 我会去暗示他 对 暗示他 让他来追你 如果他喜欢 他就来追你 那如果不喜欢 那我们就不要勉强人家 所以 所以应该是暗示男方来追你 怎么暗示 对 打饭嘛 别人要打饭 男老师 我觉得常常很多女孩子好像是在暗示我 可是我都不懂 你看 他没会对异的话 对 就有时候 可能 你是不是怎么暗示 其实我们想学一下怎么做 暗示 就是 我们也特别想学一下 就什么算是暗示 暗示 都四目相对 我不让他看到 就你老挡着我的视线就是你喜欢我 他不是 糟糕了 我常常跟女生女艺人挡着我的视线 你也看了多少人喜欢你 你都不知道吧 没有 那是因为记者要拍照的时候 他老挡不前面 但我觉得暗示其实就是这样 暗示就是不能够明白的 我看 你看到我我看着你 你来追我 不行 我看到你在哪 但是我出现在你旁边 可是你不知道 我是默默在你旁边先 那我想问陈铭这一句话 如果那 有些女孩子 她常常在你旁边 可是 没事就故意 就故意用眼睛看你一下 那你一看她 她马上又故意看别的地方 那这样什么 那肯定是喜欢你的 她有可能在暗示你啊 蛤 她有可能啊 喜欢你啊 但她 这算吗 也算吧 应该也算一种吧 真的喔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发现满街的女生都是这样 满街的女生都想嫁给你 我 我这个感受比你还深呢 真的吗 你是满街的女生 我出现老太太都这么看我 王杰陈铭珍大胆精彩初恋 接下来主神香初级为难陈铭珍 究竟她能否接招 广告之后更精彩 因为你我爱上这个城市 因为你我爱上这个季节 你让这个城市变得浪漫 你让这个季节变得美丽 你让这个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丽 世界名牌波斯登 湾仔码头创新推出冷冻面 非油炸冷冻面 原汁牛肉浓汤 加上真实的大块牛肉牛筋 和爽脆的西兰花 营养健康真材实料 你们必须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多数都想送他们王姐这首歌 不喜欢就送他们这首歌 喜欢的话就送给他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一定要唱这首歌给他听 可是不喜欢我一定就要唱王姐的 对 对 以后所有的人就这样子 如果相亲不喜欢的就把我的歌送给他 对 以后慢慢行李主风气已经唱王姐的歌完了没成 结果以后我的唱片都没有人要买 要买 不急 要买非常重要 对 那以后这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说这个对象不喜欢 那我只在旁边哼哼什么歌 他们就知道了不要再好事了 对吧 没有 以后你不喜欢你就说 我好喜欢王姐喔 你很喜欢的 我好喜欢蔡依林 不就好了吗 什么时候才可以碰到那种 要马上跟他唱 今天你要嫁给我 那个歌的人呢 期待 对 那个很难 除非是我去相亲 对 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 作为歌手 我觉得比较向往自由 怕被 他是浪子 是浪子吧 对啊 这个 怎么会一次一次走入婚姻 对啊 我其实 你应该很惧怕婚姻才对啊 我是一个很 很有 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 其实我是一个很有道德伦理观念的人 我的观念告诉我 从小到大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要谈恋爱 我就要真的谈下去 我不会把女朋友 埋藏 收藏起来 我不喜欢 把那个所有的 比方说很多艺人喜欢 结了婚 有老婆孩子都不认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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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回事 对 我不能这样子 哪怕我当了歌手之后 我结婚了 我还是 谈恋爱不到 一下下 我就已经公 告诉人家说 她是我女朋友 包括结婚了 就算如果假如 也举个例子 我比较说 我现在跟陈明珍谈恋爱 我也不会说明天告诉人家 没有没有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就算在家里被人家拍到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我不是这种人 所以你比较真实 我这一生人 我最大的印象 还是我的第一个前妻 就是这位 我到现在已经 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 我从来没有过她一张照片 你这跟我太像 真的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 我第一个前妻 我怎么想想不起来 长什么样 我对男人好失望 我不应该来 不是 你们都已经有个婚姻 会训练 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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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远了 我只知道她 她不能笑 她一笑清晨 她一笑清晨 笑我一笑 我以为她一笑 就露出大黄板牙来 不是 她笑好 是吧 一笑很多男生 就要被迷倒了 那你怎么会忘记她的 所以她在冰箱上的时候 从来不笑 我以为她万一笑了 冰箱上很多 呃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后来 等到 就是 小朋友有了 那就生下来 那 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把小孩子放下 就离开了 那这一段婚姻 时间有多长 大概 反正小孩子一生下来 两三个月 她就走掉了 那基本上那段时间 我没有跟她在一起 因为 呃 我那个时候 因为工作的问题 为了要得到一张工作证 嗯 工卡 对对对 有人说 只要去 去服兵役的话 就可以拿得到了 你知道吧 那我就去 去想办 想尽办法 因为我跟我几个香港的朋友 都一起跑去去服个兵 就大家都拿到那个 那个身份证 嗯 结果 服兵役到一半 就 她就离开 受不了 那后来就有跟我 跟我的母亲也开始 产生很多 这个对抗 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 我不怪她 因为我 我很同情她 你知道 后来到现在一直都 没有办法再找到她 那她也 她是一个非常 因为她 怎么样说她也是个大学生 她是读医科的 嗯 那她 她这个人很 很适相 你不要看她 年纪小小 可是她很斯文的 一个女孩子 嗯 然后很可爱 长得也漂亮 长得很漂亮 那你也把人家的样貌 忘记了 她只记得理论上是漂亮 理论上来讲 她只有 跟有一个女 女艺人很像 那是真的 谁 也跟徐若萱很像 好 可是我会觉得 她比徐若萱 还要再可爱一点点 嗯 对对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徐若萱 我其实有一点吓到的 你知道 我以为 到底是不是她 因为我自己也不记得她的 会不会就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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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毛都竖起来 对 对 那就多大的一个阴谋啊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这一生人 我到现在为止 我最内疚的一个女人 就是对她 对 哎呀 你看我们本来是想问一些浪漫的事 对对对 说得心好没有 我们也很浪漫啊 我们曾经也有浪漫过的日子 对 所以那天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钱她也没钱 我们就买了两罐那个养乐多是不是 叫做养乐多 还有一个苹果面 苹果面包是吧 一个方方的包 嗯 我们就在一个桥底下 我还记得那个是 私立中生 叫什么福河 福河桥是不是 有个地方叫在台北 台北的地方 我们两个就黄昏 就坐在那个桥底下 我们就拿那个养乐多 一瓶那么小的饮料 钱只购买那个 然后就在那边喝 就说我们结婚了这样子 那我就拿那个 我们那个叫什么 咸水草 你知道 拔起来就绑了一个 那个套在她手上 哦 这样也挺浪漫的 对啊 我说我哪一天我赚大钱 我会买一个大钻石给你 结果那个钻石没有买到给她 反而是买到给第二个前妻 哎呦 对 那个真大 那个大到真的我有点心疼 对 王杰第二次的婚姻 到底会有怎样的情形 让她不满 我就说 我就讲了一句话 所以啊 所以她们女人也是好色的 对 你听我讲 所以我都讲了一句话 你脖子扭到了没有啊 啊 她马上说 什么东西 刚刚那边有一个花很漂亮 不跟女人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英达和王杰相见恨晚 我发现咱们有很多共同点 而且你要知道我原来是学心理学出身的 真的吗 我是北大心理系毕业的 对 这个你们都知道 实际实际 实际实际 相见恨晚啊 好像相见恨晚 好吗 广告之后告诉你 因为你 我爱上这个城市 因为你 我爱上这个季节 你 让这个城市变得浪漫 你 让这个季节变得美丽 你 让这个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 因你而美丽 世界名牌波斯登 湾仔码头创新推出冷冻面 非油炸冷冻面 原汁牛肉浓汤 加上真实的大块牛肉牛筋 和爽脆的西兰花 营养健康真材实料 拿起伊尔斯 才知道真正的美 拿起伊尔斯 才知道瞬间有多长 不动摇的传统 不止步的革新 去截取未曾发现的新世界 是单凡 是伊尔斯 伊尔斯 创造单反相机的传奇 佳能感动常在 神奇百里侠 魅力也三波 神奇百里侠 魅力也三波 湾仔码头创新推出冷冻面 非油炸冷冻面 原汁牛肉浓汤 加上真实的大块牛肉牛筋 在这里的西兰花 营养健康 真材实料 大头冷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杰 王杰 我来讲这个问题 是比较有提醒的 提醒的 严格说起来 谈恋爱到结婚 为什么会结婚 其实真的会走到结婚那一步 是因为大家已经没了那份浪漫 也没了那份爱了 才会去走到结婚那一步路 原因是在哪里 天哪 当你没有了爱 你也没有了那种浪漫的时候 可是我却又舍不得离开你 那种在我们俗语来称 叫做一种习惯性的爱 那种爱已经不再是那种爱了 比方说我今天跟你在一起很久了 我已经其实对你没有那种新鲜感 可是我却已经把你当作是我的人 已经离不开你了 可是你说旁边有个美女走过来 比方说陈明珍在那边 哇 这个女孩好棒啊 还是会偷看 你知道我话意思 但是会把你摆在第一位 那已经对你不是一种爱 才会结婚 老师 我的观念就是说 为什么男人面对一个没有爱 只有习惯的女人 然后你跟他结婚 你跟他结婚 你的人是在他身边 可是你的心是在别人身上 那其实我觉得对小孩也不好 这个说的也不对 就是说他说那个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准确 就是说偷看 你知道吧 首先第一 你要相信他呢 肯定比你爱上他的时候 因为 绝没有对女人的欣赏和理解 说变得更加迟钝和更少 因为你们还没有体会到 什么叫做习惯性的爱 对 这个我们有一种说法 比方这么讲 我们说的是爱情转化成亲戚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好了 为什么我再怎么跟我哥哥吵架 或者跟我妹妹吵架 跟我姐姐吵架 我不会拿拳头去跟他打 我不会拿刀去杀他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然后今天吵得很厉害 明天见了 早上起来刷牙 见到没有 还是一样 兄弟姐妹 其实这种夫妻的关系 也就去到这一步了 你知道 就是说 比方说我跟陈明珍结婚了 为什么会结婚 因为我跟他谈电话 已经过了那个头 那个浪漫新鲜感已经没了 可是 我已经习惯他躺在我身边 我也习惯他的味道 你懂我话意思吗 那是洗澡的 都把它加进去好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叫习惯 我信任他了 你懂我意思吗 哪怕我今天觉得 我放了一千万一亿在他身上 他都不会跑掉 哪怕我喝什么东西吃什么 我知道他不会毒死我 你知道我话意思 那是一种习惯 我觉得很多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也读过心理学 在加拿大 一对夫妻都一样的 结婚久了 总会有七年这样 男的也一样 女的也一样 女生就算 如果看到一个俊男 跑在他旁边 走来走去 或者不小心 把那个背心给脱掉 那满身肌肉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件事 不光是满身肌肉 还粘了一些胸毛 是个真实的例子 我的第二次婚姻 一样 因为我很喜欢七年 你也玩得很好 那个后面那是我老婆 第二个老婆 她坐在我那里 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从马路开过去 我就看到有个消防员 穿了个背心 那个汗水 短裤 很壮很黑的皮肤 跑啊 跑啊 我就摸了是有个盗后镜 你知道吧 我的第二个老婆 就坐在我后面 我一开过去 我就一直在看那个盗后镜 我就看到我第二个前妻的脸 就这样 我就说 我就讲了一句话 所以她们女人也是好色的 你跟我讲 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 你脖子扭到了没有 她马上说 什么东西 刚刚那边有一个花很漂亮 这就是女人 男人也是一样的 坦白说 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 就算老婆坐在旁边 还是会有一点点遐想 是好话 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 就说 但是我听到你刚才那个理论 就说这个婚姻 是因为没有了激情才结婚 这个理论让我真的 我也变得绝望 我发现咱们有很多共同点 有 而且你要知道 我原来是学心理学出生的 真的吗 我是北大心理系毕业的 对 这个你们不知道 施敬施敬 施敬施敬 相见恨完 好像相见恨完 我知道你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对 单亲家庭的孩子出来以后 很容易有两种倾向 一种就是 演像父母一样 对这个观念 你根本就不深 什么家庭什么都无所谓了 因为从小没有得到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正好相反 对 特别注重家庭 希望有一个稳定的 有一种很惧怕婚姻 但另外一种 对很渴望家庭 对 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愿望 有一天如果 我结了婚 我希望生个一大孩子 甚至比现在现场观众 还要多的小孩 大大了 你会不会费劲 然后家里面可以有一张 吃饭的桌子 好长好长好长 这是我一直以来 那你能记得中吗 对 王一 王二 王三 对 你只能好 王八跳跳 不是没有 这个道歉 你叫王子 我给他 我给他铺到这儿 没想到自己给屎刀了 我 我本来是想问他 这个老八怎么办 跳过 对 我当初其实真有这个愿望 可是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我有跟第二个前妻 有讲过 那时候因为真的讲句实在 狂妄一点点 家财万贯 所以觉得养得起 我甚至有告诉他 我说 我想去领养十几二十个小朋友回来 所以那时候我在加拿大的房子 大概是 你在我家里走一圈 大概要花一小时时间 走路才走得完 那时候已经为了这个 我的愿望去做了很多准备 包括房子盖完之后 我的一个厨房大概就 光一个厨房就有这边 半个摄影棚那么大 所以基本上 已经是为那个去铺路了 可是 女孩子啊 所以有时候 不要介意我这么讲 没有结婚以前 谈恋爱以前 什么都是好的 可是一结了婚之后 很多圆形就会 就露出来了 你知道话 开始就 生了一个就够了 不愿意再生 你知道吧 那我意思说 反正生下去 一直生下去 我喜欢小孩 男人太不体谅了 生孩子过鬼问题 不 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她不是说 体谅不体谅的问题 因为她说的 比如说 女孩子没有嫁起之前 你跟她说 那以后要一打孩子好不好 她会说好 她不让生孩子很疼 对 反正这个女孩子 我跟你说 在很多的问题上 是有共同语言的 或者说 你以为她 跟你是有共同语言的 其实女孩 当时心里想的是 我先把你弄到手 然后到手 反正我再辨 你也没爸爸 男孩就想你 不是 也想给你生一大孩子 但生了一个以后 很拖 她就不想再生了 她最少帮我生两个 就够了 你知道吗 她坚决不干 剩下的就是我去领养回来 真的从小朋友 我家里那时候有工人很多 对 你也可以说 你不知道养一个多难 多麻烦 我喜欢小朋友 我真的喜欢小朋友 像我儿子她在加拿大的时候 因为她在那边长大的 是出生的 所以她那个同学 小朋友 每次他们同班同学 常常到我们家来 我都跟他们玩得很开心 可是我 始终是别人的孩子 她不是故我人家要回家的 那我想问一下王大哥 那你 你的小孩 现在都跟谁住 对 跟这个 她的 她的老娘住 所以你身边没有吗 你身边没有 对啊 没有 他们都 因为加拿大的法律问题 所以就是盼了就是盼过去那 那你这么喜欢孩子现在 没有孩子在身边 没有没有 那你是不是现在很想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再生一个 对 因为你这么喜欢孩子 有没有什么 但是你要记住啊 他们就是在婚前答应你生12个的那种 那个 我其实 结婚以后没那回事 坦白说我现在对婚姻只有一句话 一朝被蛇咬啊 十年怕草神 真的会有这种心态 而且对女孩子 可是你被咬了好几回啊 对 被咬了好几回 咬到 咬到那个 你是两 起码是两招被蛇咬 对对对 我每次一件事情 你看我还从不怕警察 爱上了警察 你爱被蛇咬啊 我不爱啊 我怕被蛇咬啊 所以 基本上我现在对婚姻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 算了 又一定好像放弃 我情愿 大家在一起 过着那种浪漫的生活 其实婚姻讲到最后 不过是一张纸 真奇怪了 你看这个 只谈恋爱 她现在这个观点也是 对 那就说不找妻子 就找女朋友在你身边的这个伴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想找一个有内涵的 可是跟我一样也是疯疯癫癫的 我所谓这种疯癫是说 凌晨四点走 我们开个车子 这有生活激情吗 去哪里买一个 买一杯咖啡喝好不好 好 好 比方说有时候 下雨了 我们出去淋雨好不好 好 走 但是在 大点的先 个人的修养要很重要 先吃个感冒药片来去 其实王杰大哥 他现在想的生活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单身一个人 你也想要这样 我经常做这样的生活 我没有 我已经在实践了 比方说 我今天随时什么事情办完 几点的电影可以 马上找家人 什么时间 我们去看一个电影 然后 很随性 很随性 然后半夜 半夜比方说 想找朋友啊 姐妹她出来聊天 我们去拿个夜市 吃吃宵夜 喝个那个红豆甜汤啊 汤圆 然后聊聊天 就很开心 这些事情 我现在就是想把它 累积起来 赶快做完 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会幻想 哪一个是我 我心目中的对象 赶快出现 然后我一定会为了他 去生小孩 然后去结婚 你原来经历过的 这些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就没有遇到过一个 就是你想与直结婚的人吗 有想 但是过 结局就是 反正现在结局是 就是没有走在一起 所以我想 你再给我们 憧憬一下 嗯 你最可能 最可能 遇到了这个 你想 嗯 这是大概是什么 什么样子 一定是在各方面 都要比较成熟啊 思想比较周全 然后真的能 想一达老师这样的 能力要比我强 幽默 幽默跟会说话很重要 那就是很 就是我了 看着没有 就是你了 我喜欢的 闹到最后 王杰居然落选了 没有我喜欢的会说话 是不能耍嘴皮 所以其实要幽默 又会说话的人 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会让我 那我可就是光靠耍嘴皮 他在生活当中有乐趣 嗯 但是我有一个观念 如果我不生小孩的话 我就不想结婚 所以我结婚的对象就是一定是想生小孩的对象 嗯 下面呢 我们 请你们二位分别 给你们未来的那一位 嗯 如果是 就是你们俩对方也可以的 嗯 就是自己那个将要啊 就是中老的那一位 嗯 来这么一段真情告白 在说这这段话的时候 要把这个四个词想办法说进去 一个词叫摔倒 摔倒 摔倒在歌词里出现还是可以的 沙尘暴 这个词就就有点不靠谱了 牵手 牵手也不错 未来的你 啊 这个挺难的 好 好 这样说好了 嗯 对爱我真的摔倒过很多次 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我自己心仪的人 所以不管再大的沙尘暴 我还是会牵着你的手 因为 我未来的爱人 就会是你 我碰了他锁 我碰了他锁 这季的天气 不管是在台北 或是在北京 老是有沙尘暴 这个老是 但是你都不在我身边 不晓得 您是不是 在沙尘暴来临的那个日子 我经常 看不清楚前方的路 经常摔倒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牵着我的手 我就会认定 我未来的那个人就是你 好 真材实料 这首帝离世界名牌波斯登 几千年了都没想过跳吗 跳槽 咱跳吧 看准了你再跳 好工作好生活来自支点招品 湾仔码头创新推出冷冻面 非油炸冷冻面原汁牛肉浓汤 加上真实的大块牛肉牛筋和爽脆的西兰花 这首帝离世界名牌波斯登 真材实料 那我们最后就在王杰的歌声中 结束我们这一期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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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